有些時候可能外面正在下雨 但你不知道可以如何 在家就達到輕鬆的熱身方式嗎? 沒關係 今天我將教你們三個 在家就可以輕鬆達到熱身方式的效果喔 第一個要教你們的 就是如何在家輕鬆的達到熱身肩胛骨的方式 因為跑步的時候需要大量的擺手 所以如果你肩胛骨沒熱開來 很容易導致你的擺手不順暢 影響你的跑步距離喔 所以首先我們先拿出一條 磅數比較輕的彈力帶 來啟動你的肩胛骨 首先呢把你的雙手套在裡面 這個時候從你的手指尖的部分 到你的手肘的部分都要呈一直線 不要有往內縮或往外開的動作 維持穩定之後 然後稍微把你的整個手臂往外撐開來 給彈力帶一個張力 這個時候如果你沒有用力 你就會被往內夾 所以你的肩胛骨要有一個往後夾緊的動作 讓你的肩胛骨可以往外開 然後把彈力帶撐開來 接著就開始往上延伸 到最直之後 往下回來 往上延伸 往下回來 這時候呢你就會覺得你的肩胛骨 因為彈力帶一直往內縮的原因 你需要把它往外撐開來 開始覺得有點酸酸的感覺 這時候就是第一個可以針對你肩胛骨做啟動的熱撐方式喔 第二個我們要教大家呢 就是有一個良好的關節活動度 才可以在你跑步當中可以有效的把腳抬高抬得更遠吧 不符加大 所以這個時候找一條棒數稍微算中等的彈力帶 綁在你的大腿上方 膝蓋以上 那我們待會的動作呢 是要把你的腳做單腳支撐穩定 另外一腳往外側抬 回來 側抬 回來 側抬 回來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單腳支撐的這腳 請你務必保持身體軀幹穩定 把重心稍微挪到單腳支撐的這一側 手可以稍微插腰或扶牆做一個穩定的動作 然後我們把需要熱身的這一隻腳 做往外展開來的動作 回到腳下方 展開來 回到腳下方 展開來 回到腳下方 這時候你會感覺你的屁股外側有點酸酸的 那那個時候你就可以有效的 做一個髋關節活動度的展開來 啟動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那側面看起來呢 動作就會像這樣 先站穩之後 把重心挪到這個支撐腳 腳開始往外 展開來 回來 展開來 回來 展開來 回來 記得不要往前或往後 單純側面 側面 那這個時候你的屁股 就會覺得開始有酸酸的感覺喔 最後一個要教大家的就是 就是啟動你的屁股的臀中肌臀大肌的位置 所以首先我們一樣準備一條彈力帶 但這時候可以把放速提高 因為我們大家要做的動作是比較動態一點的 所以把它用到最重的彈力帶 那待會的動作呢 套在膝蓋以上大腿的地方之後 把你的腳稍微往外撐開來 大約是兩個肩膀寬的距離 那你的手呢 可以在前面平衡 或者是插腰都可以 我們大家要做的呢 就是怪獸走路 先把你的身體穩定把腳撐開來 然後做一個往前橫移 往後橫移 想辦法控制你的腳 不要因為一橫移 就被往內縮 這個時候你的屁股 就沒有做到一個穩定的效果 就沒有達到良好的熱身 所以把你的腳往外撐開來 膝蓋往外頂 然後做一個良好的前後移動 手可以幫忙平衡 側面看起來先把屁股往後 一樣兩個腳與肩膀同寬 在寬一點點的位置 把彈力再撐開來 不同手不同腳 一側變得向前進 保持你的膝蓋往外撐開 不要被往內夾 往前往後 往前往後 上半身盡量維持軀幹一直線 這個時候你會覺得 你的屁股啊 會有一個很痠痛的感覺 因為你一直要把彈力帶撐開來 撐開來的動作 可以達到良好的臀胸肌臀肌的 啟動熱身的方式喔 OK 以上這三個動作 就是教你可以輕鬆在家使用彈力帶 達到啟動你的肩胛骨 髖關節 還有臀胸肌臀肌的熱身方式 這時候不管外面有沒有下雨 你都可以在家輕鬆達到熱身的效果喔 我是你的教員梁哲睿 我們下一集見 掰掰